吃車仔麵都會覺得幸福 這間是荃灣響城街的幸福麵館 是由一位生了三個小朋友的太太Mandy開的 雖然她作風低調不想上鏡 不過她有分享麵店幸福的理念 有什麼幸福的理念 一碗熱騰騰的湯 還有不同精心製作的食材 還有好的招呼 舒服的環境 這些都是每一個客人進來 我想給她的感覺 一碗熱騰騰,請慢用 不單止店員有禮貌 餐桌和椅子還給一般車仔麵店的大漿 有寬鬆空間,封面,小吃,野飲 不會覺得迫夾 我们都会追求碗面要做得漂亮 还有好吃 还有干不干净 我们都认为那种是幸福的一个元素 例如想象这碗面是给小朋友吃 是一种这样的标准 就是我们追求的这种高品质 车仔面的猪骨汤底 用大量猪骨加上八只鸡 一起熬至少八个钟 熬到奶白色无落未精 送料可以选潮州虾饼 麦鱼饼饼 牛肉饼 红肠和一般不同 这款加了玫瑰露 入口感觉到有玫瑰露的味道 油面可粉都用新鲜货 即日清've不会留过夜 又可以选菠菜面 淮山面 每碗面份量差不多用1.5个面 大大碗面送良又多 三宋车仔面只是42元 要一杯冻饮再加6元 加上48元而已 白菜面也很划算 有牛腩 牛筋丸 长洲大鱼蛋 咖喱鱿鱼 猪虹 猪皮 萝卜 菜 只是收58元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做问卷 他们都有些不同的意见给我们 大部分的客人都满意的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似乎听过客人有什么意见 改善了 最初有很多客人反映我们的汤底 虽然是真材实料 没有味精 但是他们觉得传统的车仔面 应该有很浓烈的味道 所以我们就搜罗了一些不同的酱料 给一些喜欢吃浓味的客人 通常南客人喜欢重口味加很多汁 最受欢迎是辣辣的秘制鱿鱼汁 看见门口很多人排队 所以来 因为二人餐觉得很划算 有什么的 有什么面 我选这个是淮山面 有五碗菜 还有一个小食 就是有菜 还有两杯夜人 百多元 所以就进来 立即选了这个餐 这个猪手是老得很入味的 菜和煎羊三盆都很大 一碟 是的 都是好吃的 某小食 这里两三天左右 因为就近了 方便 这里各样都OK 比我想象中 其他附近有比较 他欣赏他的服务 OK 每个人都挺喜欢的 挺好招呼 面也OK 湯底也OK 鱿鱼 鱿鱼 蘿蔔都挺好吃的 鱿鱼 不会像有些 还是生的 它都很软熟 很腍 没有什么筋 没有吃的 鱿鱼 鱿鱿鱼 因为我开开的时候 我又选过肥牛打边路 有选过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想过 最后选过车子面 就是想着这个东西 应该都 不会被任何东西取题 因为这个本身是我们的文化 我很希望车子面 是香港传统的特色美食 可以令到我们香港的人 可以留在香港 不会经常不上消费 因为始终香港其实还有很多 好吃的食物 大家都支持香港 香港也是全后大家的 谢谢 下次见 拜拜